中午12点央视重大官宣 北京冬奥会史诗集收入曝光 无与伦比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 像他们最近的央视这边曝光了 北京冬奥会的一些收入情况 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的北京冬奥会已经是全面结束 回顾本次北京冬奥会那么可以说呢 给我们第一印象就是相当成功 经过这一次北京冬奥会的一个调整和认识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很多国家的运动员在这里呢 是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甚至很多运动员呢 也是深切的爱上了这里的美食 可以说北京冬奥会的一个体贴的服务 包括周到的一些安排呢 让他们真的感觉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们北京冬奥会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 这些国外的运动员呢 甚至不舍得离开 即便是要离开的时候呢 还不忘了把这边的一些抱着呢 灯笼全部带走 以留下来呢 做一个念想 所以可以说从这一切的回顾当中就可以发现 我们本次北京冬奥会呢 单从一个举办质量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是相当成功和厉害的 目前的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的话那么谁知而来的肯是肯定是了 外界非常关注的北京冬奥会到底收入情况如何 毕竟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呢举办这么大型的一个赛事一方面的话 除了说展示自己国家的实力和整体的一些文化之外呢 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大型赛事去刺激国内的一个精致 包括能够在后续带来更多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项目 能够给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经济好处 目前的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收入的话题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在最近央视的一次采访当中呢 他们也是正式官宣以及曝光的这次 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收入情况 我们可以说从目前的剧情报道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央视在最近是采访的澳委会主席 巴赫 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双方的也是聊到了关于北京冬奥会收入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点问题的话那么巴赫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呢 也是直言不会的提到说呢 这一次到2025年那么北京冬奥会呢将能够给中国呢 带来超过150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这个收入啊其实折合人民币呢就是差不多9500亿 差不多是达到了1万亿的一个收入 可能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数据啊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 那么也只是对大家来说也只是一个天文数字 好像一个亿和1万亿呢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我们要知道了那么其实很多中等国家 他们一个国家一年的GDP的收入呢都达不到这个数字 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我们中国在 举办本次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收入呢 真的是堪称史诗级别的 关键是我们回顾此前不管是韩国举办的平昌冬奥会 还是说在去年东京日本这边呢举办的 这个奥运会呢其实他们都是亏钱了 而且亏钱了一个是亏了150亿美元 一个呢是亏了400亿美元 那么折合人民币呢 差不多就是1000到200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亏损 所以可以说对比起来呢我们北京冬奥会不但是没有亏钱 而且接下来呢 在几年里面在冰雪相关项目当中呢 我们带来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收入呢居然是高达了9000多亿 那么这个数据 确确实实是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也难怪那么在此前呢北京冬奥会闭幕之后的话那么 奥委会这边呢给出了一个评价说呢 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一个盛会的话我觉得这个评价 确确实实是相当恰当 也说出了我们本次北京冬奥会取得一个成功 居士有多么一个厉害 而且从目前的国际奥委会给出的一个最新爆料来看呢 这一次随着我们这边的整体的收入曝光之后的话 其实很多国际组织呢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 那么想要在接下来 之后的一些国际新大赛当中呢去申请举办 得到这样的一个举办权 也许他们也也是想像中国像北京这样的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大型赛事呢 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他们的国家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收入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北京冬奥会的一个成功举办的后续呢能够给我们中国呢 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正面的一些东西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了冬奥会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